大家好,我是欣然 这次给大家带来一套肩关节活动度提升的计划 这套计划包含五个动作 肩关节整体拉伸 弓三头肌拉伸 外旋拉伸 内旋拉伸 弓二头肌拉伸 下一个动作是肩关节整体的一个拉伸 首先我们把弹力带固定在比你身高稍微高一点的位置 然后注意手穿过带子 然后握住弹力带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拉伸的是左边同侧腿向后撤 膝关节可以出地 然后注意放松你的肩关节 让弹力带把你的肩往远处拉走 然后身体躯关开始旋转 注意转的时候每次都做到你的极限 感受肩关节不同位置的拉伸感 这个动作在训练前做的时候 可以膝关节不出地 训练后坐的时候膝关节出地 这样在你拉伸肩关节的同时 同时也起到激活的效果 下一个动作是我们共三同肌的拉伸 然后首先把弹力带固定在比较低的位置 手穿过弹力带握住 先蹲下来 转过来之后让肘关节冲上 慢慢站起 注意你的骨盆和躯干不要发生任何旋转 一直冲在前方 然后慢慢放松 让弹力带把你的肩关节向后拉 深呼吸吸气的时候位置不变 呼气的时候再往前一点 每次拉伸 五次深呼吸即可 下一个动作是肩关节外旋的拉伸 把弹力带固定在跟你身高同样的高度就可以了 然后弹力带挂在你的肘尖这个位置 然后手抬高 注意你的手臂要放在弹力带的外侧 然后身体向前移动到极限后 平行向侧向移动 感觉到你肩关节外旋的拉伸 深呼吸 吸气的时候位置不变 呼气的时候增加拉伸幅度 下一个动作是肩关节内旋的拉伸 首先把弹力带固定在比你的身高稍微高一点的位置 然后手穿过去握住弹力带 身体背对着架子 然后身体向前移动 感受你肩关节内旋的拉伸 做到你的极限之后深呼吸 吸气的时候位置不变 呼气的时候身体再往前 下一个动作是宫二头肌拉伸 首先把架子固定在和你的肩或者是比肩稍微低一点的位置 然后注意掌心朝上握住杠铃杆 然后握住肩同宽或比肩宽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缓慢向下蹲 拉伸到极限之后深呼吸 吸气的时候位置不变 呼气的时候再往下 所有的静态拉伸都先做到极限然后深呼吸 吸气的时候位置不变 呼气的时候加深拉伸幅度 每次做五到八次深呼吸即可 然后每个动作做一到三次